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一套S-8变废片 无红机干掉战略封炸机 黑海岸队前顶 造狐克兰远程导弹杀击残满 F16遭遇苏35挑战 应该胜算更大? 乌兰王机的头弹无比精准 创生无处不在 最超战场动态 否释地缘争端 欢迎收看新冷战争生 这段影片是否很有喜剧感呢? 俄罗斯切尼小组 在半路已经作出了他们的决定 这是乌兰的无红机 本来的一枚手榴弹 精准出位多只行驶中架俄罗斯船 它的精度令人难以置信 实战中尽出现了无约粗促的机枪 这个乌兰军方已第一日清识过拍摄的 巴默特方向的战斗 可以看到 乌兰军都是如何使用掌相游戏电脑 Steam Deckard 控制炮塔的 创生无处不在 8月1日夜间至8月2日 乌兰使用AKCMS导弹 向哈利亚的俄军S-48防空系统 再次发起打击 据悉 黑海岸队总部 赛亚斯托邦尔附近的S-48阵地 遭到集击 4台发射器和雷达 遭到摧毁 一套S-48的价格 因为12亿美金 约有12台发射器 乌兰通讯社 缓引克里米亚当地媒体 克里米亚风报导 乌兰军队在8月2日凌晨 对俄罗斯克里米亚发动远程集击 催促俄罗斯S-48防空系统 四台发射器 其他消息指 S-48防空系统配套的一套 92N-6雷达 亦受到这次集击的影响 被出位在塞亚斯托邦尔的Kaliyabets高地 不过 俄方走前乌克兰无人机 习近俄罗斯本土的说法一样 就是击落了ATACMS导弹 用什么击落呢? 又用S-48本体拦截 没人还记得乌克兰获得ATACMS导弹后 克里米亚已经损失了多少套S-48 但很明显 俄军为克里米亚补充S-48的速度 绝对说不上ATACMS来袭速度 一句话俄罗斯防空系统不得打 乌克兰的ATACMS导弹 在8月后再次出位克里米亚的S-48 是为了进一步清除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 为乌云已经获得或可拉已经参战的 F-16清除障碍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乌克兰人非常明白 这场战争从克里米亚开始 亦必须从克里米亚结冲 现在乌东四周战场的交着 而且乌拉继续小规模地失去领土 但真正的突破不是在这些地区 而是在克里米亚 当俄罗斯对继续占领克里米亚失去信心的时候 对乌东四周进攻亦就失去了意义 几乎与此同时在塞亚斯托波尔说 俄罗斯联邦克海艦队敦河半诺斯托夫号潜艇 遭到乌拉远程导弹的成功袭击并当场沉没 根据北约分类为基罗级的B-237敦河半诺斯托夫潜艇 是俄罗斯克海岸队这级别四支能够发射口径导弹的潜艇之一 在2014年12月26日投入使用 这支潜艇的造价估计为3亿美金 这并不是乌拉武装部队第一次对这支潜艇发动攻击 在2013年9月13日乌拉导弹集击期间 这支潜艇已经严重受损 之后它的收复和测试工作一同在塞亚斯托波尔港进行 敦河半诺斯托夫的备位再次证实 黑海乌拉令海内没有俄罗斯艦部队的安全场所 彭博社报导说 没有援助的首批F16战机已交付给乌拉 泰吾斯布侦说首批交给乌拉的F16战机有6格 这些飞机是荷兰提供的 大马很快会交付更多F16战机 乌拉政府没有证实这些报导 乌拉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 说乌拉政府不会正式确认F16战机抵达的消息 不过 计先后在奥德萨和利浴夫拍到F16战机后 网络网络上出现了疑似飞人拍摄的乌拉控军F16战机照片 但在续照片中 我们看不出更多信息 这疑似乌拉F16似乎在执行训练任务或防空任务 有可能参与了昨天对俄军战士无人机和 阿欣出巡航导弹的难截作战 哈利莫跟俄罗斯国防部已表示 会击落乌拉F16战机 甚至发出原相 商业内幕杂志发表文章说 挂载AIM-120主动中巨弹和AIM-9X近巨弹的乌拉F16 会同挂载R-37M远程空空导弹的俄罗斯苏-35或米格31发生空战 按照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数据 苏-35战机在航电和武器性能上都要压制乌拉空军的F16 不论超视距空战或是近距离格斗都会占据优势 尤其在超视距空战中 不过苏-35是不能够击落F16 目前最不好说 说不是挂载R-37M的苏-35会被R-16击落呢? 较早前 包括俄罗斯报在内的一些俄罗斯媒体报导说 俄军一架苏-35战机在213公里距离上 只用R-37M远程空空导弹 击落了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 创下了世界纪录 但我们无法抗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俄罗斯方面并未拿出可信证据 乌拉方面亦没有回应 自开战后 俄军苏-35战机 女女发射R-37M远程空空导弹 来远距离追击乌拉战机 这个俄军目前占据空中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不清楚西方援助给乌拉的F16战机具体性能 大家知道 这些乌拉F16在加富池获得了升级 不过理论上 F16的雷达和武器 除了A59X外 在数据上都比不上苏-35 最重要的是乌拉飞行员训练不足 西方飞行员至少4年才能够熟练操作F16战机 而乌拉飞行员顶多只有1年 俄军有不少熟练的飞行员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驻罪俄军等对抗中 F16战机在对抗苏-4尼战机的时候占据了优势 在乌拉上空 F16是不能够压倒俄军熟练飞行员驾驶的苏-35 我们还是看战场表现吧 前一旁晚 乌拉防空部队底列巴罗斯上空 成功拦截了一枚伊斯坦德2M 战术弹道导弹 这次战争爆发后 第一张公布到网制网络术的拦截照片 目前还不清楚记录这枚伊斯坦德2M 战术弹道导弹的 到底是外国者还是SMT 不管是伊斯坦德2M KG-101 备手还是耗射 战前都是特防能力超强 甚至宣称全球现役防空反弹系统都无法拦截 结果实战纷纷被击浪 只能够攻击那些没有外国者还是SMT 保护的地区 说的不是那么明明的话 本来是打算露面的 没想到把屁股露出来了 阿卓第三女在哈尔科夫前线炸毁俄罗斯 RB6000 反潜导弹发射器 这是一种设计用来摧毁蓝艇、潜艇和鱼类的航空导弹系统 俄军将它安装在一部普通的MT-LB上 并将它拖至哈尔科夫前线 起初阿卓第三轮的亡人机操作员认为他们发现的敌方目标是TUS-1A 但结果它是俄罗斯海军的导弹发射器 恭喜俄罗斯黑海艦队终于上岸了 大家知道烏南亡艇经过一轮轮的偷袭 已经逼着俄罗斯黑海艦队离开黑海 现在轮到俄罗斯空军栏 卫星图像发现 在俄罗尼日的巴尔的摩基场 大部分飞机消失了 俄罗尼日位置于连接首都摩斯科和乌克拉首都基辅 以及敦河半诺斯托夫的天路线上 它有重要战略意义 也就是说由于乌克拉摩基的攻击 俄罗斯开始将战术飞机转移到距离乌克拉边境更远的地方 只不过乌克拉摩基已经达到2000公里 俄罗斯的飞机停在哪里安全呢? 7月30日 乌克拉国防报情报告证实 7月25日 乌克拉摩基崩集1800公里 还远在北纪圈的奥列尼亚机场的 两架俄军图22M3远程战略转炸机 飞机哪个分别为31和33 两架飞机受损 收服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跟长时间 小小一架无人机 竟然降掉俄罗斯高价值的主力战略转炸机 只能说 乌克拉总能够创造新的技术加深 俄罗斯算计正继续走高 代价不菲 令俄乌征扎兵在乌克拉北部边境的较量 7月28日 在乌克拉北部边境武基村附近 爆发了一场俄乌双方征扎部队的激烈战斗 俄罗斯安全FSB消息人士承应 俄罗斯322特别恒动中心的一群 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的精英 在潜入乌克拉北部边境后 再造乌克拉各防军侦察大队伏击 已经证实的死亡人员中 包括恒动队长 两名FSB少教 以及一名中卫还有其他士兵 他们随身全部都备备了 德尔塔光汗以成像瞄准器 但再精良的装备 也没有挽阔他们注定成为FARFIC的命运 好了,今天的新冷战争室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你和我们点赞、留言、打开小力厂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日更新冷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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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粉丝 amo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